莲花楼大结局似乎是个好消息 但看完大结局后的感受是 感觉自己像是花钱去受罪的 莲花楼大结局有刀 这一点在意料之中 不奇怪 毕竟前期铺了那么多的伏笔 又是中毒 又是师兄弟反目的 各种刀都在等着观众去踩 但没想到的时候 有刀却不仅仅有刀 一直到看完莲花楼大结局 最大的感受就是 两种情绪被拉满了 第一种是生气 这八集看下来 感觉就没有几个让人顺心的剧情 先是单孤刀上天机堂抢罗摩天丁 带了一大群武林高手 眼看是要有一场惨烈之战的 但李相仪为了避免天机堂卷入战争 利用了单孤刀心眼小的缺点 讽刺他弱 逼他和他决战 众所周知 李相仪嘴毒得很 单孤刀被激怒了 但没想到的是 因此卷出了当年李相仪师父之死的真相 毫不意外 单孤刀干的 但意外的是 这个单孤刀真的不是人 还欺骗师父 收了他师父毕生的内力 想都不要想 师父临死前有多么痛苦 李相仪当场眼睛都红了 可惜李相仪身中剧毒 单孤刀又得了师父的内力 打不过了 就很气 天机堂和万圣道开战 方小宝连出奇招 眼看就要打赢了 横空杀出一个敌妃生 绑了万圣道和单孤刀一把 抢走了罗摩天丁 好家伙 更生气了 还有云比秋和萧子金这俩 该死的一个都没死 甚至还有点强行洗白的感觉 萧子金更是逼得李相仪断了少师剑 跳了海 同时不得不说 李相仪这个人物塑造得很好 悲伤的情绪 占了上风 李相仪本是可以活的 甚至有不止一种办法 让她继续活下去 第一种 就是靠她的师娘救她 但这种方法 是一命换一命 即使师娘心甘情愿 但李相仪不愿意 第二种 就是望川花 狄飞生找到了望川花 把花交给了李相仪 以她定下南海之战的约定 但李相仪却没有打算 去赴那南海之约 因为她根本没有打算 用望川花 她把望川花交给了皇帝 以此救了方家 换回了天机堂的安全 和方小宝她爹的命 她好像早就已经下定决心 不要做回李相仪了 但可恶的萧子金还不放过她 萧子金依旧觉得 李相仪回来是和她抢四顾门 抢桥完免的 于是她逼李相仪和她决意死战 李相仪无奈 断剑少师 跳海 以此明智 我倒是不觉得 这个时候的李相仪 是真的连萧子金都打不过了 她是真的 不想再争 也不想再斗了 最后想提一句 看完这个大结局 莫名想起了一个曾经非常熟悉 至今都难以忘记的人物 狼牙榜 梅长苏 依稀记的当初 梅长苏也是做了类似的选择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一难亭 她是可以争的 无论是活着 还是江湖地位 但她放弃了 把这些留给了她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些人 人间最大一难亭 世上在无理相宜